较早之前我们已经知道,作为致力于一战式IP和芯片定制的领军企业心动科技 于近日成功测试的首款服务级GPU风华一号 但而现在旗下的三款桌面级显卡也于11月26日正式公布 那关于他们的详细情况,下面就跟着超级客来看看吧 从目前心动科技所公布的消息来看 面向于桌面端的显卡风华一号一共拥有三款 但他们都立属于高性能显卡系列 其中定位于旗舰级的型号,暂名为双芯片桌面显卡 其核心基于双芯片打造,采用了主流的三风扇散热设计 整体外观由蓝橙黑三色组成,并拥有了双8Pin式电源供电 支持HDMI和DP的视频输出口 而定位于次旗舰的型号,暂名为高性能桌面显卡 其核心基于了单芯片打造,采用了主流的双风扇散热设计 整体外观由绿橙黑三色组成,并拥有了单6Pin式电源供电 但除了支持HDMI和DP的视频输出口 其还支持了极为先进的V阶视频输出 这应该是考虑到兼容性而做出的选择 至于定位于入门级的型号,则暂名名为高性能桌面显卡半高 其核心基于了单芯片打造,但却采用了涡轮式散热设计 整体外观仅由橙色组成 同时也并不需要外接供电 然而它依旧是支持了HDMI和DP的视频输出 另外根据心动科技官方表示 风华一号核心的主要性能指标为基于了12nm制程工艺打造 又有160基像素每秒的渲染能力 5T浮点的单精度浮点性能 以及25T浮点的AI性能 同时还将配备4GB、8GB、16GB的显存容量 最大带宽支持304G每秒 至于host的接口方面 其也会支持PCIe 4.0x16 并兼容PCIe 3.0、2.0x8 但同时其还会拥有着桌面应用小于20W 以及多落云应用小于50W的超低功耗 而如果想要与主流显卡相比较的话 风华一号的5T浮点性能 大致处于AMD的RX5系列引导RX580之间 以及NVIDIA的GTX980到GTX980Ti之间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风华一号的实际性能就能与之相当 说此之外 根据心动科技官方表示 以上三款显卡还采用了与NVIDIA RTX30系相同的GDDR6X高带款显存 也是国内首款适配了4K1080P的高清桌面显卡 其不定支持国产Linux、Android、Windows等操作系统 而且也支持了ARM、MIPS、X86CPU架构 同时诸如像OpenGL、Vulkan、DX等主流的游戏图形框架也都实现了支持 然而比较遗憾的是在详细的规格参数方面 比如核心架构、制程工艺、显存规格和浮点性能等 风华一号目前并未展露太多 但如果在后期的测试中 其达到了NVIDIA和AMD的入门级显卡性能 比如GTX750Ti、GTX660等 那对于我们国内玩家而言可谓是历史性的一刻 看它国产显卡能够唱完GTA6的愿景 是真的要实现了 那就让我们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吧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后续行动科技公布了风华一号的实际性能 届时超级客也将同步报道 而你的一键三连也将是我们更新视频的持续动力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一键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给强 我们下期再见